这也许就是男生和女生在抵抗寒冷时的差异 可当两人靠在一起时 女生却扛不住了 男主因为父母双亡 家境衰微 被迫从繁华的大城市转学到偏远的乡村学校 下车后 他意外碰到了一个穿着短裤的本地女孩 名叫东木美波 身为母胎单身16年的他瞬间有些紧张 于是主动上前询问路 美波告知了他方向 男主打算大步走过去 才意识到目的地离这里有好几十公里 他好奇地问男主是不是打算走路过去 男主才懊恼地发现自己下错车了 这里又打不到出租车 美波于是邀请他一起等公交 男主欣然接受 两人开始自然地聊天 美波得知男主来自大城市 显得十分惊讶 担心男主觉得这里很土 男主却觉得这里很不错 反而表示自己在大城市时也被人批评土 心中暗自庆幸没有被本地人说土 不久 两人都觉得彼此相处得很好 发现年龄相仿且都在同一所学校 他拉着男主的手臂 表示这样比较抗寒 男主虽心中慌乱 但还是感受到了温暖 尽管如此 美波仍然冷地流鼻涕 这让男主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他的鼻涕吸引 仿佛看到了亲美的鱿鱼丝 男主的目光不断游移在美波的身上 随口地夸奖却让他的脸颊瞬间红了 公交车终于到来 美波在离开前告诉男主 他叫东木美波 果然人如其名 希望在学校再见面 男主沉浸在刚才的情景中 竟忘记上车 刚转学到乡下的他 发现班里只有这个紫发的女孩 没有给他欢迎的掌声 老师把他安排在最后一排 靠近垃圾桶的位置 坐下后他环顾四周 发现美波似乎并不在他的班级 他暗自安慰自己 反正自己本来就只喜欢黑发的清纯女孩 然而 没过多久 美波就从后门大大方方地走进教室 发现自己竟然是男主的临坐 在众人注目的情况下 他主动勾住男主的肩膀 直呼他的名字 上课时 男主由于不知道教室会这么冷 发现其他同学都带了毯子 美波主动将自己的毯子借给他 男主顿时感受到他的温度和香气 在美波的要求下 男主只得陪他回家 聊起大家平时的活动 基本都是在家里或朋友家 于是美波邀请男主明天去他家玩 怀着忐忑心情的男主来到美波家 恰巧发现他今天一个人 父母都忙 美波身穿恶魔装扮 不停地拉扯着男主的心弦 随后 他因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故意换了深衣服 穿着睡衣走了出来 男主一时无言以对 只好拿出电影来放 结果电影的某些画面显得有些尴尬 没想到 美波竟然在观看中睡着了 男主心中怀疑他是不是没把自己当成男生 等到美波醒来 电影也结束了 男主觉得是时候回去了 走到一半时 美波才意识到 连忙跑出来道歉 男主则担心他着凉 便急忙给他温暖 美波为了表示歉意 拉着男主去附近吃东西 看他吃得津津有味 自己也忍不住感到饥饿 这天 男主专心看冰雪节的海报 告诉美波自己想去看看 而他听到日期是这个周末 便决定陪他 本来 美波的妈妈想带他和妹妹去滑雪 可他还是选择推掉了 男主在出发前收到了美波发来的自拍照 心中激动得不知所措 不断告诉自己 这只是新朋友间的随意逛逛 而当他见到美波时 又被他的美丽所吸引 很快 男主被冰雪节的热闹氛围所吸引 原本在美波眼中平常的活动 却因男主的兴奋而变得特别 他拉着男主一起自拍 接着他们尝试了各种当地小吃 男主上来便买了一个大烤肠 正是美波的最爱 他们互相分享着美食 男主犹豫着也尝了一口 随后开始各种游玩项目 打雪仗 堆雪人 还一起驾驶雪车 男主兴奋地说自己从小生活在城市 完全没体验过这样的冰雪节 觉得特别开心 美波一开始有些担心 曾经小学时来过一次 长大后再没来过 怕让男主失望 可看到他如此开心 他也更加喜欢自己的家乡了 然而 美波因为太高兴 不小心摔了一跤 接着便是两人经典的心动时刻 回家的路上 男主表示还想在一起出去玩 二人就在暧昧的气氛中走回家 美波特意请男主一起吃方便面 想让他尝尝他最爱的味道 秘方是一包中华料理 香气扑鼻 男主尝了一口后赞不绝口 随后 美波又用筷子喂给男主 令他心中感到温馨 了解到男主是第一次吃泡面 甚至去庆典 他开始怀疑他是否是大城市的富二代 为了验证 他想去男主家看看 男主有些不情愿 但面对美波热切的目光 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路上 美波拉着他玩雪 意外地遇到了男主的奶奶 奶奶全程听到了他们的玩笑 误会了二人之间的关系 美波见到奶奶便连连称赞他的厨艺 男主则小心翼翼地解释 美波只是同班同学 听到这话 美波的脸色瞬间变了 气氛也显得冷淡 男主的奶奶则拉着他回家 留下美波在雪中呆若目击 男主知道奶奶不喜欢 男主太杂乱的人际关系 感觉自己北海道的快乐生活 就此结束 结果美波没有放弃 跟了上来 对男主和他奶奶说 下小雪最好别打伞 自己的奶奶就是下雪打伞摔跤了 没有手撑着就骨折了 男主奶奶还很听劝 就收起伞来 美波还指出适合老人家走的近路 说男主奶奶走的那边路太滑了 然后就要带路帮奶奶拿包 男主奶奶似乎被美波的热心肠给打动了 旁边男主让美波给自己来拿 却发现他还在为刚才的话生气 在男主的一番脸红解释下 很快就变脸 很快他们到地方了 男主家的房子 大的吓了美波一跳 男主奶奶一改冷漠的态度 邀请美波进来喝口热茶 主要因为奶奶觉得他俩关系不一般 虽然留了个心眼 不过奶奶已经很久没见过 男主笑得这么开心过了 隔天老师发布滑雪课分组 男主刚好在美波后头 但滑雪课的同桌却是这个子发妹子 早在车上 男主就惊呼 这里居然能上一整天的滑雪课 心里还有些害怕 美波为了让男主安心 趁机弄出了摸头沙 两人聊得非常火热 和男主的同座沙尤里 显得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美波就顺势和沙尤里搭话 但是沙尤里完全没有搭理 美波显得有些尴尬 男主还以为他俩以前吵过架 美波很想和沙尤里搞好关系 只因他也是本地的超级辣妹 这种类型都把男主看得眼睛都直了 很快他们到达滑雪场 男主没有滑过雪 就被分到了出雪者级 正好和一样不会滑雪的沙尤里分到一块 男主则想和沙尤里搭话 给美波牵线搭桥 可沙尤里带着耳机根本听不见 便一个人独自走雪去了 而下一秒就差点摔断了腿 此时美波秀了一下自己超强的滑雪技巧 想让男主夸夸自己 但也引来教练的危险警告 看到这一幕 沙尤里直接问男主是不是在跟美波交往 男主慌忙解释 而谈到美波 沙尤里瞬间阴沉了下来 原来沙尤里很羡慕美波所拥有的都是自己没有的 其他就没多说 就各自练习去了 这边美波自称雪上里的救援辣妹 亲自教授小孩子滑雪技巧 到了午休时间 教练才想起男主和沙尤里这两个初学者 便给他们单独延长午休时间 男主去食堂吃饭时发现筷子落在车上 没想到沙尤里在擦身子 正巧被男主看了个精光 男主经过几秒钟超大容量的思考后 便和沙尤里道歉 但沙尤里不让男主走 和他解释自己是个喜欢出汗的人 以至于各种运动自己都是躲着 就和大家产生了差距 也越来越没自信 便什么事都躲着 连滑雪后擦的汗都这么不顺利 而愿意跟男主说这些原因 只因男主不知道沙尤里的过去 更重要的看起来很笨 接着沙尤里坦白自己带了游戏机过来 看到有更新的姐妹大乱斗变完了起来 转头看到男主一脸迷茫的样子 完全不敢相信 男主居然不懂这游戏 沙尤里奇怪的鄙视链突然激起 要男主立马玩一把来了解 可男主连要按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就被一顿嘲笑 然后沙尤里很自然地就教起男主如何操作 可贴得太近 让男主脸红的发泡 这时沙尤里才发现自己上头 解释自己很想跟人搞好关系 就很在意面子 在害怕抓住距离感之前 就被人拉开了距离 现在只能在唯一擅长的游戏里逃避着现实 但男主还是夸张认真的人很厉害 沙尤里脸红得比男主还红 男主则请他教自己玩 于是两人在车上开始激烈的双人游戏教学 在沙尤里的教导下 男主也成功通关 玩的都忘记了午休时间 下午男主建议沙尤里要不要从顶端挑战一下 毕竟这么难的游戏 沙尤里都能挑战成功 底下的美波发现 男主和沙尤里居然坐着缆车上山顶 男主说自己跟教练学习了要领 所以想挑战一下各种事物 这些都是美波教自己的 沙尤里讲述 美波也跟自己搭过几次滑 但是自己这样的人 难免会怀疑美波背后有什么目的 所以从来没有给过好的回应 很快他们到达了山顶 男主请求沙尤里能给美波一个好的回应 如果自己能从这里滑下去没有摔跤的话 接着他们勇敢地滑了下去 男主掌握了教练的要领 沙尤里也从男主那学会了如何滑行 然后男主很轻松地用药领停了下来 可沙尤里就没这么简单了 还好美波出来帮忙 在美波的帮助下 两人撞倒在地 幸运的是他们都没什么事 但是引来教练的责怪 男主见状主动跑过去背锅 沙尤里经过这次的事情 终于打开了心结 而且回应了美波 可在回去的路上 美波那是相当地难受 毕竟看到这种情景肯定吃醋 就算下这么大的暴风雪 男主依然也要出门上学 虽然心里非常的恐惧 但奶奶鼓励他 只有克服暴风雪 才能成为真正的北海道人 一番鸡汤下去 男主依然决然地走出家门 可外头冰寒刺骨 男主走了没一会就已经受不了了 浑身酸疼连路都看不清 都不知道北海道辣妹是怎么出门上学的 此时一辆汽车过来 吓得男主摔倒在旁 冷的意识开始模糊 以为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 定睛一看 原来是美波在面前 然后拉着男主就上车了 顺便介绍了自己的妈妈 美波妈可把男主吓了一跳 感觉美波的妈妈 简直就是跟美波长得一模一样的辣妹 听闻上车的人 就是美波经常在家提起的男主 美波妈那是相当地热情 而面对美波妈的兴奋劲 男主那是有种莫名的焦躁感 男主由于之前滑雪刻上用力过猛 现在浑身酸痛的不行 美波得出结论 男主现在还不能做太激烈的运动 而美波妈直接夸自家美波的体力相当地好 然后问男主在老家有没有对象 觉得自家女儿如何 这一操作把美波弄得很难为情的 直接就生气了 男主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大的暴风雪怎么不停课 美波笑着说 这点暴风雪根本不到停课的程度 可男主觉得这种程度 在大城市里都要上新闻了 男主此时才知道 除了坐车的人以外 其他人都是父母开车接送 基本没人会像自己这样 在暴风雪里步行上学 美波只是因为时髦才穿得少 而且冬季衣服太贵了 不如待在家里开暖气 美波还被家里禁止外出打工 原来穿得少的原因是这样的 男主感叹北海盗辣妹还挺辛苦的 夸赞他们现在这样就很美了 直接给母女两岛红温了 很快他们到学校了 美波妈说下次有需要可以继续送她 前提要跟美波联系好就行 看着两人奔跑的身影 美波妈那是相当的欣慰 在学校里 男主连走路都感觉不适 这时美波看到沙友里在后头上来 就是一个熊豹 而沙友里和男主一样 也是浑身酸疼 不过两人现在关系好的让美波嫉妒 原来这才是辣妹穿得少的秘密 看到如此巨大的暖宝宝 男主那是毫不客气地接受了 有了辣妹的帮助 这下男主对抗北海盗的冬天也不怕了 此时美波发现 男主的语气越来越有当地方言的口音 这让美波感觉非常开心 也许男主很快就能融入当地人 听到这话 沙友里冲出来解释 美波可不能被当作当地人的标准 毕竟他很多方面都超乎常人 虽然沙友里和美波都是北海盗人 但沙友里几乎不会说方言 也没有口音 冬季运动也不擅长 和他一样的北海盗人非常多 不过男主并不在乎这些 而是关注到沙友里手上的游戏机 果然沙友里就是故意展示出游戏机 想跟男主一起打 男主很直接地表示 自己想跟沙友里一块玩 弄得沙友里连比泡泡茶壶还要红 男主顺便跟美波解释 沙友里是自己的师傅 邀请美波也来认师傅 美波虽然不懂是什么师傅 但也要掺和一脚 看到美波这么真挚 沙友里也就接受了 于是放学后 他们来到一家购物中心 男主感觉这个地方更宽阔 更加舒服 而美波是个游戏天才 一上手就通关了 情敌瞬间变成了好姐妹 在男主去上厕所的时候 美波拉着沙友里一块买些化妆品 沙友里第一次感受到美波这么亲切 接下来男主变成了两个女生逛街的小跟班 完全是个移动仓库 最后他们还拍了张大头贴 晚上男主在写作业的时候 忘记英语作业是不是上课时候教 就去问问美波 可美波没有回答 而是说自己正在抛半身早 还发了照片来证明 这瞬间把男主整得面红耳饰 而且还加大了力度 弄得男主完全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了 美波则想看男主会做什么反应 结果等来的是一本正经的回答 于是美波直接打电话 男主接了电话才发现居然是视频电话 男主还怕猝死 就把电话放在一旁 终于他们聊起英语作业的正事 但是美波似乎已经忘了有英语作业这回事 没想到两人同步的差点把手机甩出去 幸运的是两人都接住了手机 美波还以为自己刚刚被男主看光了 便匆匆挂掉电话 而男主则不明所以 结果泡完澡的美波泡得比热水还要热 情人节前几天 辣妹邀请男主和沙尤里来听她一盏歌喉 这元气满满的歌声令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把男主都给听呆了 男主和沙尤里都是第一次和朋友来塔拉OK 男主只和家人来过 而沙尤里都是一个人来的 朋友们叫他们赶快点歌 美波直接插进来 化解他们点歌的尴尬 唱歌也要三人行 接着在聚会上 他们忽然聊起了情人节话题 美波表示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手工巧克力 去年自己就做了60多个 跟工地发盒饭一样勤快 聚会结束后 美波和沙尤里同时叫到男主 想问男主喜欢哪种巧克力 不过两个女生都碍于对方的存在 没好意思说出口 回去的路上 沙尤里还在不断看了解 对方喜欢哪种巧克力的十个问题 最后还是没能问出口 回到家里就开始干游戏 做巧克力不如打游戏 可沙尤里隔天就跑来买巧克力材料 没想到碰到也是来买巧克力材料的美波 自己没好意思说 就说自己美甲快断了 来买指甲油 便让美波帮自己挑挑 果然一谈到化妆品 美波就很兴奋 等到美波要走时 沙尤里才借口说自己想送他巧克力 让美波带自己也买些巧克力材料 这可把美波听得心花怒放 直接拉着沙尤里跑了起来 两人分别之前 沙尤里鼓起了勇气 问美波不打算送男主本命巧克力吗 美波很疑惑 而且没有正面回答 虽然两人表面都说和男主是很好的朋友 不过此时心里好像又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和男主的关系 男主完全无心学习 克制不住自己 一直在期待明天情人节能不能收到巧克力 这边沙尤里开始做巧克力 美波因为刚好做完了 就给沙尤里语音通话 正好自己可以教沙尤里怎么做 沙尤里靠着自己玩游戏的手法来制作巧克力 等做完之后 发现巧克力的制作好像比游戏还简单些 而美波早已做好了70个 这时美波突然问起沙尤里 没想到意外发生的太快了 结果美波的巧克力全部都毁掉了 假装镇定地说自己没事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到了情人节这天 男主期待了一晚上都没睡 打开储物柜 果然除了自己的鞋子以外空空如也 不过一进教室就收到了美波买的巧克力 男主注意到美波的眼睛好像有点红 收到巧克力的男主非常开心 表达了感谢 沙尤里也收到美波同样的巧克力 可其他人就不是这个态度 红毛收到后直接吐槽 不是手工非常失望 即便美波解释自己出了点状况没办法 但这抱怨的态度深深扎了美波一刀 这让沙尤里完全看不过去 直接给红毛一顿恐吓 放学后 沙尤里看着美波这么温柔的消息 便决定去找他 而此时美波正和男主在音乐教室打扫卫生 等到没人的时候 美波终于绷不住了 直接泪如雨下 把巧克力毁掉的事告诉了男主 然后疯狂自责自己没有做好 毁了这一切 自己还想让男主吃到自己做的巧克力 沙尤里在门外都听得一清二楚 男主也不是等闲之辈 为了安慰美波 男主来到钢琴面前 把美波之前卡拉OK那首元气满满的歌曲 用钢琴演绎了出来 美波的难过瞬间烟消云散了 此时沙尤里眼见时机一到 终于出马走过来 把巧克力送给了美波 其实沙尤里本来想给男主做的 所以只做了一个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他和美波的友情巧克力 男主还以为沙尤里是给自己送的 实际上沙尤里用剩下的材料 多做了些友情巧克力送给了男主 男主一如既往地表现得很高兴 原本还处于悲伤情绪的美波 一下子就开心的不行 这天他们才期中考试完 下周就要开始期末考试 这让美波非常难受 男主却很轻松 觉得考试就是检测自己努力学习的成果 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 果然有等生和其他人想的都不一样 美波第一次听到别人喜欢学习的 见男主这么爱学习 就邀请男主来自己家开学习会 结果连沙尤里也一块来了 美波说人多顿热闹 但这一看就知道美波不是奔着学习去的 男主想了想教会别人 那自己应该也会了吧 恰逢美波的爸妈双忙 妹妹也去上舞蹈课 沙尤里没想到美波还有妹妹 因为不管怎么看 美波都是个媚气角色 美波让他们先去自己房间等着 此时沙尤里才知道 这已经不是男主第一次来美波家了 着实给吓了一跳 男主连看电影细节都说得很清楚 但没有去房间 一来到美波的房间 男主就在想一些有的没的 此时美波带着碳酸果汁 请大家喝本地的碳酸饮料 让男主感觉很爽 接下来他们互相出题给对方答 男主和沙尤里两人都很轻松地答上 但美波完全不知道要出什么题 于是搞了点生活小常识 虽然大家感觉很厉害 但是这跟考试毫无关系 美波还想显摆显摆自己的知识量 不过在男主的鼓励之下 三人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学习 没多久 美波都累趴下了 男主一看时间 发现已经快到自己家的门禁时间 便立马收拾东西回家 但没想到一出门 就撞上了一个庞然大物 仔细一看 原来是美波的妈妈 随后美波妈就亲自送男主回家 美波妈说起 美波本来情人节那天很沮丧的 但是放学回家后却很开心 还疯狂夸赞男主钢琴弹得好 非常感谢男主能让别人这么安心 临走前还给男主自己作为妈妈的奖励 不过因为错过门禁时间 男主被奶奶狠狠地骂了一晚上 只有遵守奶奶的规则 才能让男主留下来 被骂惨的男主到第二天都还心有余悸的 这时却路上看到一个举止怪异的白毛 男主因为在路上遇见一个白毛打乌鸦 回头就告诉了美波 美波一听就知道 男主形容的是学校里那个有名的莲奈学姐 连续两年都是学校的选美冠军 据说家里有亲戚是外国人 那可是本地超级有名的美女 美波非常羡慕莲奈学姐 自己也想转世成为像她那样的辣妹 随后美波还想邀请男主来自己家学习 但是却被男主拒绝了 表示自己需要一个人学习 并没有把自己被奶奶骂的事情跟美波讲 不想让他们担心 然后美波还想邀请沙尤里去她家学习 但也很快地就被沙尤里拒绝了 因为沙尤里和美波两个人在一块都是聊天 根本就没有学习 之后男主独自学习的日子 美波都是找沙尤里一起吃午饭 沙尤里说男主可能有事情要忙 让美波也不用太在意 而男主为了转换心情 一个人来到图书馆学习 毕竟图书馆也是美女如云的圣地 没一会男主就听到震天响的呼噜声 仔细一看 原来是连奈学姐在呼呼大睡 男主惊叹到底是做什么梦 能露出这样睡梦的表情 没想到突然就四目相对 男主觉得自己还是得好好学习 别再分心了 但连奈在旁边盯着男主 然后解释说自己是图书馆理员 只要有她的允许 想睡觉也是没关系的 甚至还被调戏了一番 连奈看到男主的学习资料上 有一题虽然打了圈 但是答案是错的 男主仔细一看还真是 连奈告诉男主这种一年级的题 可要好好加油学习 然后就走了 男主很惊叹 连奈只是看一眼就能算出答案 男主回到家后 看到奶奶非常严肃地等着她 谈到男主来到北海道之后 就变得非常松懈 需要慢慢重整精神状态 所以现在男主要跟自己一起进行查到课 因为查到可以消除内心的烦恼 可课程刚刚开始就有人敲门 男主便中断课程 先去开门 开门一看 发现是连奈送传阅版 男主这才知道连奈住在自家隔壁 而连奈看到男主这一身和服 像是看到宝贝似的 直接上来贴贴奶奶 看男主开门那么久就过来看看情况 没想到门口一个美女头怀送到的连奈 像是磕猫草磕嗨的猫猫 贴着男主的和服越来越上头 看到奶奶出来了 连奈才收手 并为男主说话 表明是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而男主只是好心扶自己 这才解除奶奶的误会 奶奶也是第一次见到连奈 以前都是隔壁屋主亲自来送传阅版的 但也知道了男主最近浮躁的原因 命令如果下次考试没进年级前十 就把她送回东京 男主非常的忧愁 考不进前十的话 奶奶就要把自己送回城里 主要城里套路深 男主还是想待在这里 被辣妹们包围 而且出门就能碰到邻居的白毛学姐 连奈早就在这条路上等候多时 上前解释自己是个和服历史狂 所以看到男主穿成那样 便不由自主地往上贴贴 看出男主在为学习的事情烦恼 连奈表示自己可以叫男主学习 毕竟自己从上学起就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除了第一以外的所有排名 她都没有体会过 这可令男主大吃一惊 没想到连奈外表和学习都是一流水准 为了年级前十 男主只能拜托连奈 连奈让男主每天放学后来图书馆的 特别准备是找他 然而男主却担心独处后自己的精神状态 另一边美波还在为考试的事情忧愁 美波的同学发现男主来了 美波得之后要去找男主发泄一下 可看到连奈学姐也在一旁 一下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等到他们分开后 美波却只有羡慕之情 男主还以为自己的修罗场要到了 告诉美波自己和连奈是邻居 可听男主这么兴奋说连奈的事 美波自己心里突然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回到家就问起妈妈 这是什么情况 明明不是感冒 但就是觉得胸口闷闷的呼吸困难 妈妈觉得她可能吃了奇怪的东西 妹妹则想是不是美波内心想督促她学习了 这边男主靠着暗号进入了连奈的秘密学习空间 看得出连奈真的很喜欢历史 连奈很惊讶 男主的学习还很不错 完全有实力冲击年级第一的 客气过后就是真正的学习练习 连奈还知道 男主的数学老师喜欢把平常测验的题都放进正式考试里头 有了连奈的近距离指导 男主进步神速 结束之后也不忘感谢 得知男主考前十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见不到重要的人 连奈听完后也想要奖励 便提出如果男主考近前十 就请她和自己约会 男主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 算是默认了 周末男主在家学习 两人也是语音通话互相交流 连奈觉得这也能刺激自己学习 考试前最开心的还得是美波 因为考完后就可以放松 沙游里期望自己能过平均分 因为自己平常玩游戏有点多 另一头的连奈没有平常的自信 似乎有点紧张 第一天的考试结束后 美波想去图书馆复习一下 正巧看见了男主 可等自己跟上去后 就发现男主不见了 回头问起后 男主解释 可能是美波看错了 自己现在还是不能把奶奶考前十的要求 以及和连奈辅导学习的事说出来 这一切将在考进前十后再公布 和美波约定考完就一起去玩 一周之后 随着考试成绩一个一个的出来 美波那是越来越沮丧了 可考前完全两个状态 这次美波能达出来的 只有三人一块学习的部分 沙游里则刚好考过了平均线 美波已经可以用倒数来计算排名 最紧张的人还得是男主 男主来到秘密学习空间 报告自己考了年级第三的好消息 而连奈一如既往的全年级第一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约定 周末男主穿着光鲜亮丽的准备出门 奶奶看男主拿了钱时 也不好说什么 连奈因为非常激动就提早出门 这一身装扮直接把男主给看治愈了 随后他们就开始了闲逛 男主一直目不转睛看着连奈的脸 搞得连奈还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脏东西 连奈让男主放心不必拘束 而美波妈出门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男主 还看到和她约会的女生 便立马给美波发消息 美波看到是紧急消息 吓得就是一机灵 接收到妈妈的情报 来到购物中心 还叫上了自己的好姐妹沙尤里一起 两人一起悄悄吃男主和连奈的瓜 两人穿上和服的状态就像约会一样 但美波的重点是 男主居然能和自己的偶像学姐在一起约会 觉得沙尤里也会在意 就叫上一起来看戏 随后男主和连奈来到电玩城 连奈特别想要这个长得像黑猪的娃娃 觉得甜瓜熊娃娃非常可爱 男主就自告奋勇帮忙抓 可男主这粗糙的抓娃娃技术 让游戏高手沙尤里都看不下去了 男主经过碧海战术 终于触发保底抓到另一个超小的娃娃 见连奈也挺喜欢的 就送给学姐 这场面把美波看得满是感慨 惊讶到男主对谁都是全力以赴 在这陌生的地方都没有表现出不安的样子 加倍努力的状态 可比帅哥还要帅气 回头一看队友已经满载而归 然后男主和连奈准备去看电影 而沙尤里则想把娃娃装起来就去拿袋子 但也导致他们跟丢了 为了给美波表示歉意 就把抓到的一半娃娃都给美波 既然人跟丢了 沙尤里就顺便看自己一直想看的动画电影 这边期待电影的连奈发出无比闪耀的光芒 可看电影看到一半 连奈突然泪如雨下 电影中的女主无论做出多少努力 都没有受到表扬 只能用别人的评价来衡量自己 这一幕似乎很是触动连奈 电影结束之后 连奈解释自己跟女主那是感同身受 学习上很努力 却很少得到表扬 男主表示自己也是一样的 自己跟父母吵架后才来的北海道得多 男主说自己只是有点固执 而连奈觉得自己和男主相反 自己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 如果拿不出更好的成果 就无法得到表扬 思考自己难道无法受到表扬 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 男主安慰到 谁都会有被别人夸奖 想要努力的心情 自己很能理解连奈的想法 在男主的鼓励下 连奈觉得两人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没想到有人能理解自己 连奈那是非常的开心 便问到男主有没有对象 感觉有的话应该不会和自己约会的 男主很快承认了确实没有 这头的美波和沙尤里也看完了电影出来 正好发现了男主他们 连奈问男主之身一人来乡下 不会感到不安吗 交朋友都要从头开始 如果是自己的话就绝对不行 男主兴奋地说 自己在这里没有被区别对待 而是有了更重要的人 所以并不会寂寞 说着就约着连奈下次可以一起玩 没想到美波直接就打招呼上来了 莫这时美波见到自己的偶像学姐非常激动 接着就要跟学姐握手 圆梦的美波打算一辈子都不洗手了 连奈觉得他们都很有趣 能理解他们是男主重要的朋友 此时美波妈突然出现 因为自己多了一笔零食收入 就邀请大家一块吃烤肉 就这样 原本男主和连奈的两人约会 变成了男主被辣妹包围的大聚餐 大家吃着烤肉 都是津津有味的 连连奈都放得很开 每个人都像是被烤肉给击中灵魂似的 美波妈直接加了一块给男主 男主则很好奇这是哪个部位的肉哦 原来是内脏部位 吃完的男主表示自己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肉 此时美波给妈妈介绍 连奈可是全校第一 沙尤里感觉连奈的学习能力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但这说法立马就遭到美波的反驳 美波认为 连奈肯定是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努力学习 所以才拿得第一 连奈没想到自己能受到理解 脸瞬间就红了起来 聚餐结束后 美波悄悄问男主有没有在交往 没有的话 那下次约会是不是得轮到自己了 这就是轮流之约会吗 大雪纷飞的天气越来越冷 可这对当地辣妹毫无影响 而明天就是白色情人节了 美波和沙尤里都很期待男主的回礼 男主面对他们的期待 显得游刃有余 已经想好要送什么了 但松伟却非常在意这件事 因为之前面对美波的友谊巧克力有不太好的回馈 还被沙尤里给警告 所以松伟这次想要弄好的向他们道歉 来挽回自己的无心誓言 男主安慰松伟 只要真诚就没关系 受到男主的鼓励 松伟瞬间干尽十足 男主到了晚上也十分亢奋 在奶奶的精心帮助下 制作白色情人节的回忆 到了白色情人节这天 松伟真诚地跟美波道歉 而美波也如男主所说的 已经不在意冒犯的事情 沙尤里也是一样 在男主掏出奶奶帮忙做的娶妻后 三人都开心地萌发出各自的小九九 连松伟都赞不绝口 为了感谢男主的帮忙和娶妻 周末便约男主一块去冰调 恰巧美波全家也在这里 男主他们就和美波开始了三人冰调 从城里来的男主完全没体验过冰调 连钓鱼的鱼饵都不敢碰 松伟在冰调这方面可是专家 然后男主和美波在松伟的强势带领下 那时一条都掉不上来 松伟觉得可能是位置不好 就去找新位置了 留下男主和美波过起了二人世界 两人等着无聊也是无聊 美波又开始展开他的攻势 借着美妆视频 自己想给男主来场化妆实操 就先拿出自己的唇膏给男主打底 弄得男主感觉这就是间接的接触 那是非常的难点 开始了极限压枪 男主脑子里一下展现出十几个画面 眼见就快零距离了 这时松伟突然回来说 他找到一个好位置 果然很快就有鱼儿上钩 接着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始扎来吃 这种自铲自吃的感觉 实在是酷毙了 虽然冰掉的体验很爽 但是隔天男主就患上了感冒小绝症 并重不起 得知男主感冒 沙尤里立马发来短信关心男主 而邻居间学姐的连难 通过男主奶奶得知男主感冒的消息 特意让男主的奶奶带来一瓶营养液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一下就有这么多人关心 而美波更是不负众望 直接来到男主身边 开启了保姆式的照顾 这下男主完全就不淡定 感冒还没好 恋爱的绝症又要来了 美波一痛额头侧温贴贴后 男主害羞的都不敢露头了 美波还拿出了他特产的薄荷糖 男主吃了之后感觉嗓子舒服多了 美波觉得男主生病 是因为自己一直让他冰掉 所以自己要好好服务照顾好男主 什么要求都招办 听到这么冲击的词语 脑子直接荡机当场晕了过去 随后男主不知怎么的 突然说让美波待在自己身边 美波还真听话一直待着 直到男主病好了 男主就立马就跟美波报平安 还想起当时自己好像说了什么话 好像还被握住了手 美波今天特意半路截住男主 其实就是害怕新学期分班 两人不在一块 因为传言学校分班会把成绩好的分一块 剩下成绩差的分另一块 而美波在班里属于吊车尾的存在 如果两人不在一个班 说话的机会也会变少 男主瞬间就知道美波的担忧 表示就算这样也会去主动找美波 然而说着说着自己脸都红透了 但这也让美波扫除了阴霾 等到两人到了学校 就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 两人依旧是同班 连沙游里也跟他们在一个班 这还包括松伟 随后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就是新班主任选班长 松伟上来就推荐男主 把男主夸得天花乱坠的 连男主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这么多优点 美波和沙游里则顺水推舟 也推举男主 既然气氛都到这了 也没有其他人竞选 男主没有拒绝 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班长 接着班主任选副班长时 美波则毛遂自荐 因为他们都没有竞争对手 于是男主和美波成为了新班级的正副班长 晚上沙游里和男主终于约上了 属于他们的联机游戏 为此男主倾家荡产 花光了所有零花钱买了游戏机 这让沙游里有些抱歉 男主作为小白 开局就来参观游戏大佬的豪宅 沙游里让男主来自己家 感觉非常有代入感 感觉像是真爱自己家一样 而男主也有同样的感觉 不过看到男主这么寒酸的家 沙游里就带男主上小树林里面一块砍柴 采集建房的材料 在沙游里金福子的加持下 原本两年半的量仅仅两分钟就搞定了 很快男主的新房就快完成了 沙游里突然感叹道 男主和美波都很厉害 都有勇气去当班长 而自己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男主一听到就开始夸夸模式 比如沙游里突破滑雪恐惧 还有教他们这些游戏 小白打游戏的行为 都是在慢慢变得厉害起来 沙游里听男主这么说 那是非常感动 与此同时 美波好像有什么心事一直在想着 隔天借着班长职务 创造出很多与男主的二人世界间 美波又开始了他的辣妹攻势 男主都快顶不住了 还好班主任及时出现当电灯泡 这才让二人世界有了第三者的感觉 两人在回家的路上 美波一直有心事的样子 非常沉默 正当男主百思不得其解释 美波终于有所表示 想让他空一天出来 自己有重要的事要说 今天是美波约男主出去的日子 为了这次约会 美波在家精心挑选了很久的穿着 而男主则早早地到了约定地点 心中满是忐忑 不知道美波即将告诉他什么 当他们终于会合后 美波神秘地让男主期待他的秘密基地 由于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 他们决定搭乘火车 在窗外的风景中 男主发现骑驶车内的美波更让他心动 下了火车后 他们还需骑自行车 经过一番激烈的运动后 二人都觉得累了 立即开始补充能量 在此期间 美波不断向男主发起攻势 弄得他面红耳赤 而男主也毫不示弱 不时地赞美美波 让他脸上绽放出红韵 美波带着男主来到他的秘密地点 男主一路上被蒙住双眼 等到揭开眼罩的那一刻 他发现眼前是一个满是樱花的公园 男主想起自己曾经提到过 想去北海盗欣赏樱花 如今这个美丽的地方 恰好有美波带他来 男主感动得几乎要落泪 连连夸赞美波 让他十分开心 但他也不禁好奇 为什么美波会突然给他这样的惊喜 男主来不及多想 他只想与美波尽情享受这一天 美波则忙着拍照打卡 自然少不了两人的合影 山丘上有一座神社 美波认为有必要去求个千 于是带着男主一起前往 接着 美波展示了他的车技 二人开始玩卡丁车 在如同情侣一般的游玩中 太阳渐渐落下 男主抓住机会给美波拍了一张照片 还送了他一份礼物 美波则要求男主亲自帮他把饰品带上 气氛瞬间变得暧昧 就在此时 美波终于说出了他想讨论的事情 他问男主在外人眼里 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男主一时没有理解 回答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听到这话 美波似乎有些失望 此时 男主也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 但美波却打断了他 告诉他他下周要离开这里 原来 他即将出国流血 进入美妆行业 美波表示这一切都是因为男主的出现 给他带来了前进的动力 改变了他颓废的生活 因此 在离开之前 他想为男主准备一个惊喜 听到这番话 男主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情感 紧紧抱住了美波 由于两人聊得过于投入 竟然错过了景点的关门时间 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时 他们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男主赶紧拨打父亲的电话 希望他能来接自己 而父亲却没有去接 反而安排了朋友帮他们在附近的酒店入住 美波拨打了母亲的电话 只是告诉他自己和同学在外过夜 妈妈感慨女儿已经长大了 两人前往已安排好的酒店 路上男主有些担心 不知道如何与美波独处 美波则毫不在意 甚至表示他要先洗个澡 男主心中不禁浮想连篇 脑海中开始幻想与美波 发生一些亲密的事情 洗完澡的美波出来时 发现男主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他没有叫醒他 而是静静地在床边观望了一会 随后留下一封信便悄然离去 第二天 沙尤里注意到男主好几天没有登陆游戏 担心他出事了 此时 美波和他的妈妈带着行李走进了酒店 沙尤里立刻上前询问情况 美波告知他自己即将出国留学的事 沙尤里感到十分惊讶 尽管在他眼中 美波一直有些奇怪 但没想到他会突然出国 美波回答道 虽然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快乐 但为了未来 他必须提升自己 听到这些 沙尤里心中稍感欣慰 认为美波确实成长了 与此同时 学姐也因好几天没见到男主而感到担心 想借送食物的机会见见他 可惜的是 男主自从美波不告而别后 变得有些低沉 天天待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 就在此时 男主收到了沙尤里的短信 得知美波即将去机场 他立刻起身 翻看美波留给他的信 心中感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找到父亲 请求送自己去机场 但父亲有一个远程会议无法分身 想让他稍等 男主几乎快要跪下求父亲 最终在男主诚恳的请求下 父亲打电话让同事帮忙处理事务 来到机场时 美波正看着手机 心事重重 快要登机时 男主赶到 紧紧抓住美波的手 将发卡还给他 表示在他离开之前 无论如何都想见一面 他感慨能与美波相遇 觉得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并承诺会等他归来 一起再去看樱花 美波听后感动不已 但提醒男主自己只是出去两周而已 听到后 男主瞬间有些崩溃 觉得自己搞砸了 但又感到庆幸 庆幸美波并没有离开太久 两周后 沙尤里邀请男主客后一起打游戏 他爽快答应 因为今天是美波回来的日子 点名时 男主又紧张又期待 突然 美波进来了 于是 他将准备好的便当送给他 美波开心不已 因为这是他最爱的炸鸡块 甚至在国外一直惦记着这个 他们不仅自己吃 还甜蜜的投胃 老师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这样 小情侣的故事在此暂时告一段落 我试读